SGA花10年全员当完兵,归贤90度鞠躬退伍想回家补眠。 韩国天团Super Junior SGA31岁成员归贤前年入伍,接受完新兵训练后在城北盲人扶植馆扶替代役,今将完成二年一期退伍。 他热钱就在一个表示,退伍当天不会专程与粉丝打招呼,今日有不少粉丝到馆外迎接,穿着整身黑的他看起来心情不错,手里拿住红色替代役制服,对着目送的粉丝点头,挥手便进入馆内上班。 他于台湾时间下午我点退伍,不出会馆后向在场粉丝90度鞠躬挥手打招呼,近百米粉丝拿着手机抢拍,他随后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离去。 他坐上车回家图中在一个开直播,各国粉丝涌入留言,他一一点名致谢,笑称从军人回到一般人身份有点不习惯,还透露昨晚只睡了三四个小时,希望赶快回家补眠,要粉丝期待SGA的合体专辑及他本月的个人见面会。 归贤金退伍后,SGA全员都完成军人义务。 队长利特佐在一个放上3月8人举行的安可演唱和照片,写道归贤辛苦了,现在要在多加个位置,大概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,SGA军队全部解决。 东海及西撤金夜在意,上传于归贤的合照,庆祝他结束军旅生活。 归贤退伍后邀约不断当兵前主持的综艺节目《黄金鱼场》新西游记期等着他合体,本月19日还将举行个人见面会参加首尔爵士音乐节《Danceports News》,经报道他最后决定不回去《黄金鱼场》。 西西游记江湖东李秀根英志远等主持群正在庆州录制番外片《江石堂2》,粉丝期待归贤一退伍就备制作人罗皮迪,罗英时绑架到餐厅做苦力,可惜归贤并不会参加录影。